宝宝宝妈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星期的育儿小窍门 在生活中不少家长都遇上这样的育儿问题 孩子爱咬指甲吃手指 常常让大人很烦恼 无论怎么提醒都没有用 那么还在咬指甲吃手指 这些小毛病背后的真相你要知道 一、一般零到两岁左右的孩子吃手指 这是因为这个时期是孩子的口腔敏感期 孩子在学会用手探索世界前 嘴巴会在这个时期扮演探索工具的作用 这种情况一般会在一岁之前结束 父母不要强行阻止 二、三到五岁的孩子啃指甲 这是孩子通过发泄情绪的一种方式 还有些孩子则是无意识地咬指甲 随着年龄的增长则会自然消失 家长不必过分担心 三、当孩子缺乏某种微量元素时 也会出现啃指甲的现象 这时候应该多给孩子吃含辛含铁的食物 多吃富含维生素C的蔬菜和水果 少吃或不吃味精和鸡精 避免影响微量元素的吸收 好了 今日讨论的话题是 为什么孩子爱咬指甲吃手指 如果你有更多见解 欢迎留言分享更多精彩内容 请点击月儿小窍门